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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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 又是 嗯 如何 太棒了 下次你回家就是下载的软件 我告诉你下载就是 弄一下就行 而且这个 寻找佛陀的感觉 我 我 嗯 对 对啊 这个多好 一个认识的这个 龚诺德先生 我的问题呢第一个是 呃 在大陆许多人以为 印度比中国 贫穷事实 是这样啊 第二个问题 如果 就是如何破除 信息就是 没信息中共一度大 因为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 国人会被一直被忽悠 啊 还有第三个问题 就是 是 当年的时候 山东 从地上 招聘的那一批 这个圆藏干部 他们开的条件是 在西藏 待三年 然后回来以后 回到山东 呃 那么安排工作 那么他们 于当地西藏人 处的关系怎样 我的问题也说 上边上边 靠近一点 好的 那个 印度 怎么说 它是这个 真的很大的民主国家 它印度 里面 自己国家里面 问题也很多 它 里面的民族 啊 然后 信仰上的宗教 然后 这个 一个邦 一个邦的 这种 他们的是 这种联邦制 然后 让他们的这种政体上 互相牵制 这些都是 哎 它都是他们的 印度的这种 这种 这种 这种正体的这种 一种现象 印度到底有没有很穷 据我看到 印度呢 什么说 嗯 当地 北方 印度 印度 中部 北部 南部 它都有差别 嗯 如果是 印度呢 它以前 因为这个 种姓 这种种姓制 它给留下的这种后遗症 就 怎么说 在一定程度上 都限制他们 去 去追求他们的 跟提高他们的这种生活水平啊 他们是 应该是 应该是有影响 就比方说 他的这种 这种 那些 乞讨的 他们里面有个民族 专门搞 那个乞讨的 就是说政府 你给他们 地 然后给他们房子 他们反而不住 还是要去乞讨 就是说不住在固定的地方 就是属于这种 啊 喂 吉普赛 像是像这个 对欧洲的这个 吉普赛人一样的这种 他就是以乞讨为过活的 这种 他在 所以别人在 可能在 别人眼里 印度 啊 穷人很多 然后 然后 他的 感觉 好像穷 但是呢 我看到的问题是 印度 他 就是说 我每当进入一个村 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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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小 小 地方的话 我看到他们的这种别墅 然后他们的房子 然后生活条件 然后他们拥有的财产 然后地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没有 很 很贫穷 而且每一家家家户户都有车子 然后我看到的是北部呢 中部跟这个 南部我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就是在北部 生活条件是非常好 特别好 然后呢 像新德里这样的大的城市 那就是首都嘛 那是 所以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那个首都了 他 外 外围就是平民 平民 是平民区呢 这些人他们是 就是说放弃了 在其他帮 其他他原来的地方 在这种 在那边陌生去大的城市 去寻求机会 然后在那边就形成了这种 平民 平民区 平民窑也不能算 在孟迈市有平民窑 我觉得 好 条件是好 因为他们这种 印度他的 那个 环境 气候 都很好 他在这个国家里 他是绝对是恶不死人的 如果是真正的 不出现这个 政治因素 或者大的灾难 或者是什么 不出于 如果没有这种情况的话 但是跟中国比一比 应该有的比 但是有些地方也比不了 这个各有各有优点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他写在那上面 看见了吗 这哪个 就是你家人 第二个问题是元藏干部 对对对 战斗元藏干部的 在当地的关系 好好好 OK 对对元藏干部呢 再说一下元藏干部 在西藏的元藏干部 如果就是说 一批一批 一批一批 他们来到西藏 他们的待遇 是特别优厚的 然后 他们的生活条件 也是很好 除了什么 那些 做基础设施的 基础设施的这种人 以外 其他的如果你是 以元藏的这种 行事到西藏的话 那你就会 会受到很好的 安排的呢 就是说 从工作 子女受教育 然后 然后住房 然后你的 那个工作 收入 然后各个方面 但是 就是这部分人 他就享有了 所谓的中国政府 大力的投钱给西藏 就是被这部分人 这部分人给消耗掉 因为有一大批 一大批的元藏干部 他们的这种规格 怎么说 这种规格呢 就是把这个 钱都花在了这方面 因为子女 元藏干部的子女 他享受的是 完全完全完全都跟这个西藏 那个当我们藏人的孩子 完全都是无法奇迹的这种待遇 因为学校 盖得很漂亮 然后 然后 老师 是最好的老师 然后 书本 然后 接送他们的车子 公交车 其实藏人是不会 藏人是无法 无法享受到这些待遇的 然后元藏干部 到了那以后 他们就有一种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 他们以为自己是在 是在 以自己 那个 放弃了 不是说我 以自己的青春去换 来来来 怎么说 把自己的青春都花在这个西藏上 他们觉得自己理所应当的享受这些东西 更不一样 跟藏人当地人不一样的这种东西 他们觉得这样是很好 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呢 你看 就是说 差别就在这里呢 就像这个青藏 青藏铁路的这个施工 你看 他们的这个 就是内地来务工的 打工的 就是说民工 就是个民工跟藏人差别 有什么呢 就是说 藏人 就是说 每天的这种工工工资呢 如果说 一个汉人的民工一天的工资 如果是100块钱的话 藏人只能拿到50到60块钱 这种 就是说最低的小工呢 然后 藏人做了 这除了做这个以外 其他的什么都做不了 你看 然后其他的 投在那边的钱全部都是 消耗在他们自己身上 藏人是享受不到任何东西 你在藏区 在藏那个西藏 你如果 就是说 没有电的地方 你真的通电了 他的电费也很高 然后 你在西藏 就是有了那个 出租车 你看出租车的起步价也是很高 呃 然后呢 在西藏 你看 像这些服服类的 你看 像这种洗脚啊 然后什么什么三哪 藏人都是不会去的 因为他的消费是 比这个藏人的能力高出了这个 他藏人能消费的能力 在西藏 这种高级的宾馆 每天晚上 一个晚上的住宿费 最低是在200多块钱 正规的呢 那藏人呢 他自己能住得起的是多少 就是20多块 30多块的这种旅馆 他如果能住的话 就是这些差别 他把这些钱都用在基础设施 中央把大几十亿几十亿的钱都投在西藏的基础设施 这些基础设施跟硬件呢 全部被人害人 或者说这是个原藏干部 或者是有这些人给享有了 以后 藏人呢 一分钱都没拿到 反而把西藏人自己的这些环境给破坏了 然后资源给他们挖掘了 也得不到一分好处 然后呢 赞人呢 就是说 张剑说的 赞人被他们赶来赶去 像那个牧民嘛 把他们从这片草场赶到那片草场 从那片草场又赶到这片草场 这样赶来赶去 他任何好处都是享受不了 所谓的 你这样一下的话 你就说 他不可能 赞人跟害人就有很好的融合了 你看他不可能融合 他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有优越感 赞人呢 自己觉得自己很憋屈 他说 你都说了 要把钱全部偷给我们 被你们消耗掉了 好话被你们说尽了 然后 权力都被你们享受掉了 福利都被你们享受掉了 我在里面什么都没得到 反而还要歌功顺德 是不可 然后呢 这种两种心态的人 在一起那是肯定有网统 就像你想要在咸东 他们到了 战区呢 作为 作为原藏干部 你说怎么办呢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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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苦的鱼 这个 提问以后呢 其他朋友呢 提问以后呢 请你好 无奈两位先去准备 其他朋友呢 好 现在 痛苦的鱼提问 好 现在痛苦的鱼提问 咳 喂 喂 喂 听得到 雨要打开 没事 喂喂喂喂 喂喂喂 喂喂喂 谁给我打电话 谁给我打电话 喂喂喂 声音很小,声音很小 声音很小,那算了,那你先下去就调一下吧 那你先下去就调一下吧 那你先下去就调一下吧 好,那么请你好上麦 那么我们现在呢,房间已经早早准备好我们的诗歌和歌曲来支持我们这个藏族同胞 那么下面有请我们你好先生呢,为这个多节主席 多节主席 老说没说,四哥,四哥说我们节主席 啊,开门,开门,没有开门,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请下麦,无奈准备,请下麦,请下麦 没声音啊 好,无奈先生上麦,来唱一首歌 上麦,来唱一首歌 哦,那个,你好先生,来唱一首歌 哦,那个,你好先生,来唱一首歌,准备一下 哦,那个,你好先生,来唱一首歌 哦,几首歌 你中美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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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哦,好像,那样看到这个 啊,好像没中了 清晨我遗忘 庄严的花香 看得蒸蒸温暖的梦广 像一片下雨飞过蓝天 为张家儿女带来几乡 黄昏我眺望远去的马帮 带去藏你深深的几样 大蓝海沙拉江河望迪 我祝福珍珍扎西带来 我要成为翱翔的雄鹰 把自然的声音苍遍西藏 从此也不再陪党再唱话 自由西藏与你在东方 明天我骑马翻过山岗 明天我骑马翻过山岗 我骑马翻过山岗 共产道争 末日来临 振着大来喇嘛 即将回故乡 我骑马翻过山岗 不过要成为翱翔的雄鹰啊 把自由的声音传遍西藏 从此也不再陪党再唱话 从此也不再陪党不再唱话 自由西藏与你才东方 我骑马翻过山岗 我要成为翱翔的雄鹰啊 我要成为翱翔的雄鹰啊 把自由的声音传遍西藏 从此也不再陪党好再唱话 自由西藏与你才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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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西藏与你才 thin方 自由西藏与你才东方 自由西藏与你才东方 朋友们大家好,古若多吉先生你好,请把我们这个房间所有朋友的心带回到你们藏包那里,把我们的心带回到你们西藏那些个我们的同胞,也是你们的骨肉,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请尊者达赖喇嘛,为这在土地所有的生灵祈祷,我现在有一个礼物,小诗是张建先生给的,送给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夜幕下被点燃的每一个阴影,照亮血缘沉丧的面颊,低血的心在颤迷。 必将连成万幸成 不熟悉不熟悉行为的人们在敌目 不懂得利他见者又在迷茫 为何不识人间者在微笑 因为殉道者撕裂了提炼的夜幕 点燃了金色革命的灵魂 拔准了自由之神的脉搏 五十年如一日 英雄们前赴后继 拖起了即将断气的吐蕃 回来吧 迷失的族群露在每一个人的脚下伸眼 也向你那犹豫不决的心坎 千年的脏谱精神在抖操着每一个英灵遗留的火光之中 你用生命点燃了金色的火焰 你用鲜血戒了地狱的面上 你的粉身如闪电照亮之界 你的精神重现了生命之永恒 你为一种信仰舍生取义 你为一个民族下身人 你为追求自由出生若死 你为尊者回家 死而后 面对死亡 你如游子之回家 面对死亡 你如囚徒之放 面对死亡 你像落叶之归根 面对死亡 你自空善之归根 面对死亡 你将生命伸延到未来 面对死亡 你贿入自信的入行 你参套了生死 你用生命成就了死亡 你看破无常 用死亡 唤醒了心声 你死在一时 在人生有限的旅途 活在千古 创造出不朽的未来 慈悲喜舍 守望着 雪山数千年 雪下的诺言 你悲壮献身 震撼了 世界以荒芜的良知 与视线 你坚强勇敢的 完成了这一段 人生的旅程 令世人 感动于回响 感动于回响 告别了 强权压迫 你的灵魂 在佛光的照耀下 自由 更自在 祝福你 祝福你 下一段的旅程 更光明 更快乐 亲爱的同胞们 我可爱的丧胞们 你们听见了吗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汉人的心声 让邪恶的中共 在正义之声 当中 死亡 请你 多谢先生 把我的心声 带给你的通报 不要 不要再这样 自焚下去了 我们痛苦 死的应该是 中共 邪党 谢谢朋友们 谢谢你 多谢先生 就到这里了 你可以说话 还可以 可以说话 跟人家说 谢谢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美妙的诗歌 然后好听的歌曲 然后特别感动的这种歌词 还有大家对西藏的支持这种关心 然后特别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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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今天有那么多的这个汉人支持 嗯 我感到很高兴很欣慰 然后 对啊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然后我也会 也会有机会 然后也会 喂 跟你们下次再见 再聊 再继续沟通 哎 这种方式很有意义呢 啊 非常好 好的 谢谢 也谢谢张俊 张俊 张俊 谢谢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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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代表藏人 说给大家这个 这样 线上以哈达 啊 哈哈 啊 我在我是代表这个汉人啊 我们代表汉人啊 这个也为我们这个 啊 多杰 多杰弟兄啊 这个线上这个达赖喇嘛送我的 哈达赖喇 送给他 ok 好的 谢谢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 好的 谢谢各位 好的 好的 我跟他们说一句 我再说五分钟就行 好 好 啊 大家好 这个 今天这个 我们这个 聚会很好啊 这个 今天透过这样的一个 呃 美好的聚会 美好的交流 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 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这样的一位这个西藏的这个青年人啊 和他的这个我们看到的时候是多么这个谦卑啊 多么这个很朴实的和大家进行交流 啊 再想想我们那些啊 啊 土共那些嘴脸 就能看出来 一个文明的民族 啊 同样的 啊 我们被共产专制 啊 猪狗所奴役的这个国家的人民 是什么样子 啊 我们再看看共产党那些干部 高高在上啊 到藏区 你看他们所展现的是什么 大家可以想象 一个有信仰的民族 和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什么样子 完全不同的 差很多 啊 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是上山落水后的载雾 啊 也曾经有这个文称公主 啊 带着那么多的 当时的文明的科技啊 去到那个地区 还有松赞干部 啊 直到现在那边还有很多 在藏人眼里他就像一个菩萨一样 啊 但是今天 我们去让的那些人 啊 带着十亿 几十亿的金钱 然后又把铁飞机带过去 又把公路铺到他的深处 结果怎么样 人家并不欢迎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很悲催的这个这个现象 啊 但是今天我们网络上的许多朋友 也让我这个 我们藏汉协会的我的我的同事 啊 我的我的藏族兄弟也非常感动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 啊 悲催的社会的状态下 在这样一个惨淡的时代里 有一有一些中国人 啊 他们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这些 啊 支持这些西藏人 关心这些西藏人 关心他们的人权就是关心我们的人权啊 啊 关心他们的现在的生存状态 就是关心我们的生存状态 啊 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西藏朋友 像他这样的我们藏汉协会每一个都是 都是如此的这个善良 如此的这个质朴 啊 但是同样我们也看到什么呀 共产党却把他们这宣传成洪水猛哨 啊 他们经常举很多的旗子参加活动 其中有一个叫那雪山狮子旗 啊 这个是他们的旗子 他们的旗子 这有什么了 啊 那边土地上人家很圣洁 中共去那干什么给人玩仇恨 啊 那边土地上真的是满是善良 中共去那干什么呀 啊 玩邪恶 所以说未来我们要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的时候啊 这些问题真的能迎刃而解 为什么 有人说 啊 你们这帮人能干什么 我们能干什么 今天包括许多西藏的朋友 许多维吾尔族的朋友 蒙古族的朋友 今天都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还都是流亡者 将来中国实现民主化 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时候 他们还是我们的朋友 至少有一点 我们可以坐在一个桌子上 大家谈 好好聊一聊 像兄弟一样的谈 真是兄弟的话 就可以在一块过 也可以分家 在一块过 大家也其乐融融 不在一块过 大家也不伤和气 也不伤感情 但是很明显 那真是兄弟 你不是兄弟的话 你再强拧着 你再给六万紫金 也不跟你过 你看共产党 拿着金钱外交 又跑非洲 又跑东南亚 又到走 今天哪个是你的朋友 钱可以少点都不答应你 今天在中共的这片土地上 你那名不给足够了 你的力不给足够了 谁给你挖 谁给你挖命啊 可以当走狗都不当 给钱少都不干 这就是这个共匪啊 这就是这个共匪啊 这就是共匪啊 悲催的地方 这自己还不矫躁 所以就像龙英台所说的一句话 啊 什么呢 中华民国台湾 啊 从来没有 没自以为自己伟大 共产猪狗 支那国 在这个共产邪党奴役化 每天说 哦 伟大 伟大 你伟大什么 你连 起码的文明都没有 没有可以输出的文明 我们看到的是 谎言暴力野蛮 和无比悲衰的现象 和自以为伟大 假冒伟善 一群卑鄙的小人 满是邪恶 假冒伟善的法里塞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怎么伟大呢 只有两个字奉献给他 流氓 不 流氓这两次奉献给他 都给流氓丢脸 是什么 邪教 魔鬼 混蛋都不行 都是非人类了 正常的人类都不会那样的 什么 我们 毛泽东那一套活僵尸的老路不走 然后怎么着西方 自由民主不爱普世价值 和建立民主共和五权宪法 这样的光明大道 已经被世界人民所认同的不走 说这是邪路 谁邪呀 他邪 谁无耻 是不是他们 所以说今天我们很好有这个交流 今后呢 我还会安排更多的这方面的朋友和大家交流 好吧 那么今天呢就到这里也和非常的感谢这个我们的管理人员 西诺 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参与这个房间的这个建设 我们房间 之所以现在美 无论是历经这个多少这个艰难和打击 之所以存在就是我们有我们核心的力量的这些朋友 总是什么不弃不离 永远的这样坚持 永远这样的默默的为房间做贡献 那么这些呢是 我们今天这个 其他社区多多招建自由中国这个房间 我们这个多多这个房间 一直坚持下来的一个直接的原因 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 把房间的介绍给其他的朋友 然后我下一期呢 包括我跟老魏 魏京生 还有王丹最近是跟王丹已经联系好 那么下一次王丹会过来跟大家交流 王丹之后是余杰 网号还有 那么我们长期的这样的交流 我想对大家是会有帮助的 就知道我们海内外的从事中国民主的朋友 是方兴为爱 但是我很喜欢王岐山自己说的话 其实网络上的这个 批评甚至谩骂 我也很愿意听 我希望你能听见我们房间的声音 我们都有录制 还要发布一下 OK 好谢谢大家 那么我就先下来了 啊 哎呀太好了 看吧 这个 大家都讲了不少 但是我觉得这个今天 我才能听着想看 我才能听到最后 都会说的 神经病 你怎么会变得了 至少